MING PAO CANADA 之前教大家乘火車 用app去檢查 如果你是去京都 你就這樣打大阪梅田 然後去京都的話 應用程式通常是駕駛JR 車費是五百多日圓 至千多日圓不等 但只到京都站 如果你想去烏遠、河原町 錦市場那邊的話 還要再轉車 如果你有這個煩惱的話 你就可以選擇搭這個 板急電車 那條京都線 由大阪梅田站 到京都河原町站 為什麼呢? 它又便宜一點, 410日圓 直達 而且你還可以搭到 很漂亮的觀光列車 我們現在乘車到京都 但我想說這輛觀光列車很厲害 因為它走進來這一步 你已經覺得自己好像去京都一樣 你看這輛觀光列車的車廂 是不是很漂亮? 這是一輛火車 但它好像去京都一樣 這條線有很多車 不過這輛觀光列車不是每天有的 記住了, 是逢星期六、星期日 還有公眾假期 而且每天只有四班 來回大阪梅田 以及京都河原町而已 雖然它這麼罕有 但我覺得是值得坐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六卡車廂是不同的季節 但我覺得最厲害的是什麼呢? 是你走走在中間的時候 你會發現 為什麼突然在一輛觀光列車 一輛火車的車廂裡面 你會看到一個很京都感覺的庭園 其實你不覺得自己坐在車上 你覺得好像坐在一個會動的屋裡 然後那輛屋就有腳 慢慢…到京都那裡 如果你上車後發現很多人拍不到 漂亮的照片是不重要的 我有一個提示 因為這輛車去到河原町之後 它通常會停半小時左右 才再開回來門前 所以你有大約半小時的時間 可以在一個小人的車廂裡 多點漂亮的照片 然後才離開 好,這是我的提示 火車到站,馬上開始 兩天一夜京都小旅行 去雲近年新開、吃、玩、住的好去處 現在經常說沉浸式體驗 你有想過吃碗麵 也可以吃沉浸式拉麵嗎 這裡是連續兩年的米芝蓮推介 它是吃全素拉麵的 這邊我會看到一個數碼藝術品 它是一直延續下去的 我好像在一個3D的空間裡面 不斷寫著書法 我剛才看了很久 直到我的碗麵來為止 因為我覺得碗麵本身 也很像一個藝術品 它叫做八草 即是八種草 先試一口湯 湯底很濃的味道 通常素菜拉麵的味道比較淡 但它不是 這個湯底很濃 有點淡淡麵的那種湯底的濃度 這一口麵掛下去應該很棒 麵好吃 麵不是很淡 只是是軟身的 而且是有點扁扁的 所以掛下去的湯底 我覺得是剛剛好 這個吃法是這樣的 你吃一口麵一口湯 你就試一口草 你看看這朵花 多漂亮 我真是那個菜花茶 這個湯底 其實它說每一季換一次 我現在這個湯底 其實是用了竹筍來熬 吃到有一點竹筍味 這個叫做 尾山五味之湯葉卷 它外面包著那一塊 其實就是 因為京東不是很有名的 豆製料理 這一塊就是那塊腐皮 就將剩下的食材 就做了這個湯葉卷 很好吃 首先那塊腐皮是甜的 裡面有什麼呢 有一點冬菇 然後我吃了一點味噌 咬下去有一點茶香 微澀的那種 因為裡面的全部是煮過的 所以咬下去 是有那種 我吃吞拿魚的時候 咬下去那個魚生裡的那種油 很軟的感覺 我初初以為它像是餃子 但我現在吃下去 我覺得它其實像壽司 雖然那些我用來吃麵 但我覺得這個真的很出色 這個叫做素放 其實它是尖麵 味道是辣味噌的味道 然後上面剛剛放了兩種辣椒 什麼叫做沉浸式拉麵 其實我真的忘了自己在吃全素拉麵 因為它的味道層次真的豐富很多 我想是因為花椒的作用 但它又不是很重要的 它是這麼味噌性的 因為其實這個麵和剛剛的拉麵 是同一個麵底 但這個我就可以吃出煙韌度 這個主持很不專業 我們應該吃完吞了這口 告訴你它也挺好吃的 但因為它好吃到 我想一邊吃一邊說 拉麵店你看到只有那16個位置 而且是完全預約制 是不能走進的 我覺得我現在不是沉浸在素坊 我是沉船 很棒,來到京都你看看 天氣這麼好 我拍這些京都和服打卡照片就完美了 不過你有沒有發現一件很神奇的事呢 就是這條京丁家小路這麼漂亮 但後面是沒有人攝影的 好不神奇 平時如果你要拍這張照片的話 後面應該有很多人 你要用修圖器慢慢收拾 很簡單 因為其實這條是一條私家路 其實這裡是酒店的範圍 所以你只要在這裡住的話 你就可以慢慢打卡打個救了 看看房間 先開箱一下房間 外面是那些京丁家古色古香 但進來後也挺現代的 先感覺一下床 好,這張床夠快樂 而且我覺得這張床最棒的是 你看到嗎 露天風呂就在你眼前了 還要是庭園感覺 有小石仔,那邊也有花花草草 再加上每個住自己私人風呂的酒店 都一定是很想拍一張 看著這裡很舒服的照片 剛好,你看 這個玻璃位就是你拍那張照片的角度 然後在這裡開機 好,上二樓看看 二樓的客廳我覺得 有一個京丁家的感覺 但這個客廳的和室 都算是有一點點的 而且因為這個房型 最多可以住三個人的 所以這個位置 你再鋪多張床 又可以多睡一個人 其實它還有其他房型 這裡總共有23間京丁家 有三人房的房型 有兩人房的房型 而且它們全部都不是新興建的 是以前在明治時代 已經興建的京丁家 幾年前它還是爛熊熊的 後來就活化了 就變成了這條 我覺得像京都版的丁家V 而且你還可以像我一樣 租一套和服 因為這裡其實 它可以提供給你租和服的服務 你先預先說好 來到這裡可以換套和服 然後除了在這條街上拍照 你還要出賣拍照 到檢查的時候 你放下衣服就完成了 不像平時那些 要出去的和服店租 租完之後還還給它 這樣很麻煩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挺好的做法 我每次來京都 最少會吃一頓鴨肉料理 因為這裡的鴨肉料理真的很好吃 這間它最棒的是甚麼呢 整間它賣的鴨肉料理 都是用京鴨 京鴨不是就這樣說 就是京都的鴨, 叫做京鴨 京鴨是品牌鴨 即是一種較高級的鴨 而這裡的京鴨料理 最浮誇的就是這個 京鴨極上三色, 鬼肉盛 鬼肉盛的意思是甚麼 即是它的鴨肉是鬼死那麼多 我覺得這個蛋窩已經超出了黃色 近乎橙到紅 首先當然刺穿花蕊 然後讓雞蛋流到京鴨裡 然後拿一塊鴨 再拿一口飯 好, 首先是這一口 它加了雞蛋 掛上鴨肉之後 鴨肉是再滑了 即是很濃縮的蛋窩 拌一口軟粒粒的飯 本身是無敵的 再加上鴨油的香 混合一起出來 是很好吃的 通常之前吃鴨魚飯三食 最後會將飯加高湯 然後做茶漬飯 這裡也是一樣 最治癒的畫面出現 加上茶漬飯 其實是一個很滿足的收尾 你把鴨肉放進去 再倒進去湯 是聰明一點的食法 因為剛剛把半生熟 辣到剛剛熟的位置 但即使熟了 鴨肉也很滑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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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 很好吃 當作是打火鍋 現在摘進去 其實這裡除了剛才的鴨鴨飯之外 還有很多鴨鴨料理 有鴨鴨餃子 精鴨關東煮 精鴨肉 還有這些 我必叫精鴨筍 這是老闆自己做的 自家製筍筍筍筍的醬汁 關西風的筍筍筍 首先要把鑊開 對肉煎 來吧 因為它半生熟食都可以 所以你喜歡 你喜歡熟一點也可以 你或者喜歡半生熟都可以 像我這塊, 就完美了 我要開動 真的好吃 這個醬汁不是一般的Suki Aki汁 因為一般的Suki Aki汁 加上蛋黃, 會令肉很滑 再加上生藥, 令肉滑上膠滑 而且那個驚鴨真的很香 這間店鋪的地理位置 我覺得非常好 因為你走廿步, 已經走到河源丁 即是四條通最旺的街道 前面就是錦市場 最喜歡這些很方便購物 可以馬上來開餐的地方 現在來京都, 記住來這個新風館 還有一招 這是甚麼地方 即是香港就有那些文物活化的地方 這個就是京都版本 前身就是京都中央電訊局 活化後, 裡面有很多文青小店 還有一些潮牌, 有戲院, 有酒店 還有這些木 你看到那些木嗎? 你聞到那股脂嗎? 灰鹽吾那股脂 因為他找了名建築大師 灰鹽重新設計過 現在才有這個新風格的新風館 我想這個店應該是最吸引到大家的眼球 因為你進來後會覺得 好像一個小型溫室一樣 然後又有很多很有趣的盆栽植物 但這些可惜不能帶回香港 但不要緊的 你也可以送一束花給自己的位置 這束其實是一束雪糕 通常我見人來到這裡 這裡第一件事, 買了這束雪糕後 其實就是隨便找一個盆景 或者找一些植物做背景 先拍一張照 這張是最主要的目的 食物反而是次要 你看到這裡有三種不同顏色的花 其實它全部都是用白狗用來做的 就是平時的傳統黃果汁裡面的餡料 再加上不同的食材 就混合了不同的味道出來 來嘗嘗這朵黃色的番薯花 白豆蓉本身已經很甜 再加上番薯 再加上甜 還有這個粉紅色的屎嫂啤梨 還有這個藍色的是螺旋組 其實這個刀頭有八種顏色 你可以自己在這裡慢慢混合 炸你喜歡的花 送給你的朋友, 送給你的胃圍都可以 下面那些疑似是泥的物體 雲尼納雪糕, 還有一些米通 還可以的, 打卡真的是它最主要的目的 味道這些東西, 吃完就算了 你喜歡這片嗎? 你喜歡這個東西 你喜歡這個地方 我喜歡這樣, 你喜歡這個 說的是什麼? 是我喜歡這些ання, 還可以 我喜歡這個樣子 是家裡家裡的 你們可以喜歡這個樣子 我喜歡這家子 那些菜式 就是我們現在的影響 這裡, 在這裡 對, 你喜歡這個樣子 那些菜式 其實就是在這裡 我喜歡這個樣子 這個就是這間店的名物之一 它是用低溫,即是160度 炸足一個小時的番薯天婦羅 300日圓就是這塊 你看它多大塊 開動了 很明顯,低溫炸足一個小時 奧義在哪裡? 就是你會吃到面頭那一層 是天婦羅炸番薯 到心裡是灰番薯,很軟… 像番薯醬那種軟的灰番薯 因為它本身是鹿兒島產的番薯 很甜 它也是藍芝士加冬菇的天婦羅 因為它本身是在意大利餐廳 和法國餐廳做過 所以它是有將西洋的方法 混合在天婦羅的做法 看到了什麼? 收起了藍芝士 連菇在中間的位置也收起芝士 藍芝士加冬菇 這個古典古典的組合 又是打破了我對於天婦羅的三觀 這麼大的軟鱈蟹 800日圓 而且它有多少糕? 它裡面好像可樂餅的餡料 這軟鱈蟹發生什麼事? 怎麼會這麼好吃? 它一咬下去就… 我問到老闆… 老闆說這個真的是虧錢之作 歡迎大家, 真的要來支持一下它 天婦羅, 其實真的… 我不用蘸醬汁, 不用蘸醬汁 我覺得整塊吃已經很棒 如果炸得好, 還有食材夠新鮮的話 好 這是高潮前的高潮, 我們現在來真正的高潮 各位, 原隻龍蝦千婦羅 你看這個真的很浮誇 我覺得它…龍蝦, 我們現在… 不是一般的炸蝦, 甚至大隻一點的炸蝦 給你的體驗 真的是龍蝦才有裡面的味道 龍蝦很甜 如果你叫這個天婦羅龍蝦的話 你加多五百元, 還有這一碗 是龍蝦的雜炊 就是它把這隻龍蝦的頭 你打算, 為什麼不把頭髮炸給我吃 頭髮在這裡, 密盡其勇 你可以在這裡, 我這件事真的… 這個很好吃 龍蝦味不濃就正常了 它的龍蝦肉也不是一粒粒的肉絲 是一塊塊大大塊的肉 另外, 我真的要提醒你 這個龍蝦每天限定只有十隻 就是說, 如果你遲來就沒得吃了 通常都是晚飯才能吃 如果你說你下午想過來也可以 你帶來預約, 它也會幫你做 所以新風館這裡真的很完美 把傳統和新派混合在一起 你看, 一間天婦羅專門店 已經告訴你這件事 這件事是神社參拜指定的動作 這間神社保利是甚麼呢? 就是保利在這個 夾公仔遊戲中心想事成 有所收獲的 這裡真的很厲害 因為這裡是整個近機 規模最大的夾公仔中心 你看, 它有三百部 我找到目標了 這部家用流水掃麵機 我猜在廿四不收的店舖 最多是千…千二… 千二日圓應該買得到 一即即中 不要, 第一次是學習 我猜在這裡, 這是一隻小駕駛 可以… 板… 板…一半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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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這裡有黃色、綠色的牌子 這是日本的新牌子的標誌 因為這裡的牌子全都很容易夾 所以在這裡慢慢練好 然後就可以出去再挑戰過 應該很容易, 既然是… 還有番茄頭, 幸好 我明白為什麼它容易 因為它放的位置, 其實這裡有洞 你以後怎樣放爪子, 還是會夾到的 所以我明白這裡寫著 一個人只能夾兩次 駕駛學院的感覺是比較不同的 它最厲害就是這個 這個名堂叫十手觀 十隻手一起出發 幫你夾零食回來, 只是100日圓一次 來 來吧, 去吧 在這裡…近一點 這個寫著的是… 究竟你有沒有看清楚按鈕 你不是來玩觀音的嗎? 現在來日本玩, 很多人會吃漢堡扒 那間自己放肉上去煎那間 外面都排隊的 有些人不吃牛的人就問我 你猜有沒有不是牛的漢堡扒呢? 搞定了 這間在海源冰站附近的 是吃全豬肉做的漢堡扒 它只是漢堡扒已經分了三款 但有最基本的那款 裡面有軟骨的那款 你選完漢堡扒之後, 還可以在下面 這六款的醬汁裡面, 再選一款 讓我先選一些我想吃的伴侶 我先選一款漢堡扒 普通最原始基本的那款漢堡扒 再混合這個海膽奶油醬汁 各位觀眾, 你看… 這是肉汁, 但我全部擠出來 我會不會吃肉汁 馬上試一口, 別說不定 我覺得有很多肉汁 你完全感覺不到什麼是乾 乾在裡面, 把醬汁也一流 它用這款是京丹波膏原豚 是一款拿著獎的豬 所以它的肉味很香 我要離身的 因為我本來不是一個 特別喜歡吃漢堡扒的人 如果它令我現在有這個 很好吃的反應 如果你是喜歡吃漢堡扒的人的話 你一定會飛上天花板 這個也是我想了很久的伴侶 裡面的漢堡扒就是軟骨的那塊 上面是鵝肝 再加上這個是鵝肝芥末忌廉醬汁 把所有最奢華的東西放在一起 我知道吃了海膽, 要是吃鵝肝 好 好吃 這個真的好吃, 還有點顏色 不是, 因為太熱了 加上這個芥末醬汁 就令人覺得鵝肝沒那麼膩 平衡那個油膩的感覺 鵝肝有那種少許酥的味道 它這樣滲下去的時候 就有味道, 我要豬 我是一個很豐富的人 我要豬豬, 很豐富的味道 你要叫這個, 麻煩你 有微微, 像中間有點點 但那些點點就是軟骨的位置 日文有個字叫Fuwa Fuwa 雖然通常形容班戟 但我覺得形容這個漢堡扒 也不失為故 因為它咬下去, 這麼鬆軟 漢堡扒可以有鬆軟的效果 喂?我在京都, 我買了手信給你 一支粥仔會二折彎 這支粥要斷節 千除百年的乳字抹茶 和生忌廉、雞蛋 還有麵粉結成夢幻組合 經歷一次又一次 在火爐出生入死之後 連倫就是見證他們團結一致的勳章 整品上抹茶粥筒連倫蛋糕 好, 我買回香港拿給你吧 最後就行了